大家好,不知道大家有没有写日记的习惯 我之前写日记,后来日记不流行了就在网上写博客 那时候写了非常多旅行的博客 现在开始做视频这一切都是记录一下生活和大家分享 看看我们周末都做些什么 一大早起来先到花园里和我们的花花还有菜菜们都问一个好 看到树上的小鸟开开心心的也和它打个招呼 周末我们尽量少做饭 有时候出去吃早饭,有时候出去吃中午饭 今天我们就决定吃一点越南粉 这个越南粉店我们比较经常来 它非常干净,而且离我们家也不远 客人总是非常少,这一点非常合我们的意义 因为在这种疫情的情况下还是人少,比较觉得安全一些 我们进去以后看到这里非常多的兰花 我感觉上是不是换了新的主人呢 因为我们经常来对这家感觉还是不错的 价格适中,不是特别便宜,也不是特别贵 但是它的味道非常的好,而且量很足 和以前一样,总体上看人不多 我们到的时候是中午,当然稍微早一点 你看这里有很多的兰花 这个之前我没有注意到 所以我一直感觉是不是他们有新的老板了 这家餐厅环境一直是非常干净 柜台上也放了很多招财猫 我觉得虽然是越南粉店,而且好像他们说的也是越南语 感觉上越南的生活习惯有很多和我们华人还是很相近的 前菜上来了,感觉价格比以前稍贵了一点 但是现在什么都贵,物价提升了不少 所以我也觉得特别可以理解 通常我们要越南粉都是要一个大份的两个人分 因为小份的要两份的话也是吃不完 除了一大份,另外会要一些其他的小前菜之类的 这样两个人分分吃就够了 不过今天这一大晚上来我稍稍的有一点吃惊 看着好像量不是特别的多 以往的经验是一大份,两个人分刚刚好 它的表面上有很多生牛肉,熟牛肉,牛肉丸子等等 今天好像这些都没有了 我和工程师说可能我们都老了,记忆有误差吧 下次来可能还是要点两份,或者说多点一点其他的菜 不然的话可能是不够的 不过等到最后吃完的时候觉得也还行 但是下一次会不会再来那就两说了 星期六下午是自由活动时间 工程师准备在家休息,我和朋友约好了就去打球 除了我的球包,我另外还给自己准备了鞋 把袜子也都放好 因为天气比较热,我准备到了再换鞋 走的时候穿的是凉鞋 看看我这些可爱的球 因为大家打的球基本上都是白色的 自己打自己的球有的时候就找不到了 工程师非常有爱心的把每个球都帮我画上 但是我感觉他可能还是觉得老婆比较笨吧 经常会找不到球,所以画好了比较容易找 这个T经常我发完球以后就忘记了 所以每次都要多带几根 总体来说我觉得我其实还是挺彪悍的 把球包准备好以后自己把车也搬上去 这个小推车是用来推球包的 整套设备还是挺重的 这个球场离我家有40公里 我的球打得挺差的 但是朋友打得好,所以他准备带我一起打 周末停车场满满的你可以看到来打球的人还是挺多的 下场之前大家先热热身练习一下 高尔夫球大家应该觉得是一项很高档的运动 但是在加拿大非常普及,而且价格也很便宜 如果是私人的高尔夫球场,会费可能一年在3000多到4000加币的样子 但是如果是政府的高尔夫球场价格就很便宜 打一场只要十几二十块钱 夏天的时候也有很多适合青少年的高尔夫夏令营 参加的人还是挺多的 到了球场,我一看有点晕 看到前面那一大片沼泽还有芦苇了嘛 我要从这边发球,越过这片沼泽和芦苇打到对面去 我当时真觉得不知道我行不行 不过咬咬牙鼓了鼓勇气终于还是打过去了 看看这个坡度,斜坡多么的大 从底下往上看,感觉还是有点晕 打一场18个洞的球需要体力非常好,耗时4-5个小时 有的时候甚至于要将近6个小时 太阳慢慢的落山了,真的是美丽 特别喜欢有这样一段放空的时间 在城里房屋密布,高楼林立 是不可能看到这么美好的景色的 我会上来更新我们的周末 谢谢您的收看,我们下集再见